CASA的分享會 過去這幾天,我都很忙著 上星期四開始,就是第一晚的分享會 星期五我那天做不到節目,出不到外表 聲音都和大家分享了 到前日星期六和昨天星期日兩晚 CASA都有分享會 第二晚和第三晚 第二晚和第三晚,我想告訴大家 第二晚和第三晚 每一晚第一晚、第二晚、第三晚 每一晚的人的反應都完全不同 你是想不到那些人的反應 當然在場可能有一些是我認識的 我有很熟悉的朋友 但有很多我都不認識 甚至有很多都是第一次見的 也有很多是親身自己一個人來的 不是同朋友來的 那我就在整個過程裏面 我經常問他們很多 我想問他們的反應 問他們的感覺 為什麽呢 我問大家有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 我問了很多次 兩晚的人都見到 在這個healing的過程裏面 CASA或者是受眾 身上都是出煙的 OK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的現象是什麽呢 你的事件是什麽呢 其實呢 就應該是 十分鬆一點 面前開始 應該是二十幾 二十四 二十三、四歲的時候 忽然間 一段時間走到家裡 每次走過都會 在街上會有一些街燈的聲音 那我初頭都不是很遺憾 然後開始流熱 好嗎 空間會關掉眼 接著第二次就關掉眼 再第三次就關掉眼 接著可能 看一看它 可能三十年左右 它就回應 接著就開始 這個現象呢 那段時間 包括呢 除了街燈之外 就是 一些電梯啊 電子力鍵啊 那基本上 尤其是新的電子器材 基本上 一開就 八成都壞了 所以那時候我直接 買了新的電子器材 我買了給我開的 如果想收睇更多精彩內容 就上mj13show.com 以一百元三個月訂閱節目重溫